難道我真的做錯了 爹 我送您回去吧 常常在醫院待著 對於身體也好 啊 來 早安 蘇小姐 您老公在我來的路上收 給我十萬 您看 給 這床里有十萬 不過拿了錢 就給我閉緊你的嘴 要是敢把我和老公的事抖出去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你放心 我一定不會說出去的 嗯 走吧 這兩天避避風頭 你不能把什麼責任都怪在雙手頭上 那我就 滾下 沒我的同意不許起來 媽 住手 你要敢替他求情 立刻馬上去離婚去 呵 說說我告訴你 要不是看你懷在我葉家孫子的份上 我早把你趕出去了 媽 老公 我 老公我沒事 你快去哄哄嘛 嗯 中管家 你去幫我查一下一個叫劉真的女人 我懷疑 是她聯合葉宇蘇婷 來陷害我和我老公 你跟那個呢 給你老婆求情啊 啊 沒有 我就是想讓您消消氣 別太少活 兒子 這繼承權 咱們不能公首想讓 後天的股東大會上 咱們就拿 葉家家規說事 賀雙雙肚子裡的孩子 就是咱的籌碼 媽 繼承權的事 我根本就不感興趣 我只想和我老婆好好的過日子 沒出現的東西 你忘了 你爸的遺憶 就是讓你繼承葉家的恰恰 難道你想讓你爸求全之下 不能瞑目嗎 我 可是我 沒事 可是 我告訴你啊 這繼承權 不能給別人 後天股東大會上 咱們就拿和雙雙肚子裡的孩子做文章 這幾天 你趕快去聯繫那幾個董事 一定要拿到繼承權 知道了媽 我回去做了 老姨子 你今天召集大家來 是要宣布什麼大事啊 對呀 直接說吧 這老頭遲遲不說話 難道 是反悔了 爹爹 您不得宣布 我當繼承人嗎 趕緊說吧 對呀 爺爺 您不會說話不算數吧 還真是宣布繼承人 看來葉依凡 摩子說的是對 對 我今天召開股東大會 就是為了宣布 夜市集團的繼承人 我想 讓夜宇繼承 作為 可有意義啊 這繼承權 要是給夜宇 我怎麼還在夜市集團 立足呢 不行 不能讓他得逞 我不同意 程董事 你憑什麼不同意啊 按照夜家的規矩 誰能生出男孩 才有繼承權 可是據我所知 蘇婷的孩子沒了 程董事真是消息靈通 黃董事 夏董事 你們二位覺得呢 沒有 原色 其實 夜家的繼承人 到底由誰來繼承 還不是您一句話的事嗎 我們幾個 蘇白的都是外人 這是您的家事 我覺得 您說誰繼承 就該誰繼承 程董事 別人的家事 古外人 最好還是不要多買 現實的好 您說嗎 就是 等來夜宇 就比夜宇飯更適合繼承人 的位置 二位董事 真是好眼光啊 你們 老爺子 這繼承權的事情 最好不要太不如 您說 程董事 使食物者為俊傑 你可別站錯隊了 爺爺已經說了 我是繼承人 你們只是被告知了一聲 別站錯隊 夠了 雖然 大家都沒有意義 那夜宇宙團 就有 我不同意 大坊我 你先亂關 小慶爺的權威了 是不是 就是 夜宇飯 虧欠公司總經理 你這麼做著你媽媽 來找到古兜大會 別打古兜大會呀 我今兒來 就是來請各位股東 評理的 你們一家子 殺人凶手 還評理啦 不好意思 我聽說 夜宇凡 和賀雙雙 謀害蘇婷小慘 這事是真的嗎 是啊 王董 您不知道 賀雙雙和夜宇凡 有多歹毒 為了搶奪 繼承權 密謀謀害我肚子裡的孩子 事情不是這樣的 各位 這件事另有隱情 賀雙雙 你還有點吹在這裡 你個殺人凶手 爺爺 你看看那些人 還有沒有毛髮了 現在都敢公然挑釁您的權威了 他們都敢來搞亂了 一帆 你怎麼回事 你還想找事 爺爺 我 老年子 既然你非相信他們倆的鬼話 不相信我兒子的清白 今兒就把話挑明了 我不同意他 當繼承人 你 大伯母 別的要改著找事 要不是看在爺爺的份上 爺一凡和双双都要去坐牢 事實的真相到底是怎樣的 你們自己心裡清楚 我 反正今天必須按夜家家庭辦事 既然雙雙 懷了夜家的重孫 那我們的繼承人必須是我兒子 我贊同 吳閨就不成方言了 老爺子 這繼承權 得慎重 朱婷也覺得呢 爺爺 你看看那些人 你們這些人 難道要縱容殺害我兒子的 追獲手嗎 蘇婷 你們臉皮怎麼這麼厚 真以為你們做的事情 別人就永遠不會知道嗎 你什麼意思 朱婷 我和我老公沒有陷害蘇婷 我有證據 怎麼 上次是爺爺給你們機會 你謀害我們的人證物證都在 難道你想當著各位股東的面 重新攤開 讓各位董事看看你和你老公的嘴一臉嗎 赫爺爺 你搞什麼鬼 我呢 是讓你當背景板子 你 幹嘛提上一回的事 媽 我真的有證據為我和我老公洗刷冤屈 爽爽 你別鬧了 今天有聽嗎 我沒有鬧 怎麼 就是沒商量好狗狗 起內厚了 真搞笑 你別得意 這廠商支持我兒子的人也不少 老爺子 難道你真的不顧及這麼多股東的意見嗎 對呀 老爺子 這繼承權 得從長繼義 爺爺 還等什麼呢 趕緊把其中給我呀 我反對 這繼承人 本就應該是長子長孫的 就應該是人家葉宇凡家的 是信長這麼歹毒的人呢 繼承人就該說葉宇的 走啦 爺爺 雖然您很生氣 但是我還是要說 這葉家繼承人的位置 不應該給葉宇和蘇婷 他們才是蛇仙信長殘忍之輩 赫爽爽 你胡說什麼呢 赫爽爽 閉嘴 你想說什麼 爺爺 請您做主 我和我老公是被冤枉的 我有證據 請您給我機會證明 爽爽 這是幹什麼 老公 我不想看著你被爺爺冤枉 雖然我只是一個家庭主婦 我也想為這個家庭做點事 赫爽爽 戲演得不錯呀 當家庭主婦真是虛才了呀 我沒有演戲 演戲的 一直是你蘇婷 贏 賀叔叔 你把他喊給幹嘛 老公 這怎麼會說 爺爺 請您再提一遍這個保姆的證詞 快說 爺老爺 老爺我該死 我该是 我骗你了 下次对你说的话都是骗你的 是苏婷她想开车撞喝酒店的孩子 我 她在胡说 我好多那个开车撞喝酒店干嘛呀 对对对 我媳妇平时连这蚂蚁才是个害怕 怎么可能开车撞喝酒店呢 肯定这个宝在撒谎了 我发誓 我说的都是真话 是苏婷和叶宇给我一笔钱 十万都在家 我一笔也没用 瞧你看 别让我亲自努犯 啥钱闹的 你你害得我儿子 差点丢了鸡上去 苏婷 这回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不不 爷爷她在胡说 你别相信她 刘阿姨 你的证据呢 拿出来 证识和小姐 我妈先拿 不过拿了钱 就给我闭紧你的嘴 要是敢把我和老公的事走出去 不 你再胡说 你胡说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我爸可是江北北家苏城主 你再胡说你不要命了你啊 哎呀救命啊 和小姐业老爷 我说的都是真话没有半截戏业的 你闭嘴 滚 苏婷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狡辩 叶宜苏婷给我滚下 爷爷 爷爷 我们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原谅我们这次了 想不到你们两个竟然如此舍舍心肠 害人害急 这叶宅寄成人的位置 你们不配 叶宅寄成人的位置 就是叶宜凡了 叶宝太好了 还不敢去现实爷爷 何叔叔 你今天敢这么对 我一定要你好看 叶宇 带着你的老婆好好反省反省 何双双 你给我等着 我们走着去 恭喜啊 这以后在公司里啊 你程叔叔我还得多指望你 哎呦 程董事您客气了 这以后啊 您还得多指点指点 我们家里烦呢 这都是小事儿 程叔您客气了 好好好 走 那我也先走了 哎哎回头见 哎好好 哎 这个人怎么那么像北城赫家大馆 双双 这位是 哦 这位是我过来的 我让他们帮我找留心房子证明清白 你过呢 啊 罗尔茜 你花我儿子的钱 怎么不提钱说一下 妈 我 别不是多虑 我们不收钱 我们是民间公益组织 是专门帮周围群众找都市孩子 找动物 是帮忙找人的 还有这种组织啊 哎呀妈 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嘛 再说了 这种组织很有意义啊 哦 是是 按那个钟叔 多谢你们帮我找留战证明清白 不客气 叶小爷 那我们就先走了 嗯 儿子 从现在开始啊 你就是叶家的继承人了 你这衣着打扮呀 哎呀不行 太寒酸了 还有你 你看你穿得烂腾的 哪配得像我儿子